如果我说 我不想你去见他 子澹舍身救我 虽然已无性命之忧 但于情于理 我也应该亲自去看望一下 看到豫章王真心对待阿妩 我终归放心一半 可还有素儿 你接连几日去相祖 都没能见到他 这一双儿女 手心手背都是肉 素儿遇到这么大的磨难 他又是最要面子的 如此一想 我怎能做得住啊 要不 我明日 再去相府看看世子 再说 过几日便是王妃的生辰 世子也一定会来的 也只好如此了 情自最伤人 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未能参透 又能对她说些什么了 参见豫章王妃 豫章王妃特意前来探望三皇子殿下 王妃 还是请您回去吧 太子妃在府中 不让外人进入 你去禀报一下 我在这儿等着 是 离开 启禀三皇子殿下 豫章王妃求见 这个苏锦儿怎么这么不要脸 都被三皇子殿下 赶去王府租会下人了 还没凶没涩地往这边跑 还有这豫章王妃 简直啊 就是咱们三皇子殿下的灾心 你表明了 三皇子殿下 可听不得别人说 豫章王妃的一句不识 你说 这豫章王妃到底知不知道 苏锦儿跟三皇子殿下的事情 谁知道呢 请王妃恕罪 实在不是晓得不让你进府 太子妃吩咐 说任何人都可以探望三皇子殿下 唯独 唯独只有你也不行 那我把这些药送进去 总可以吧 简儿姑娘 太子妃说了 府中不缺药材 特别是 特别是豫章王妃 罢了 子澹哥哥 为了救我受了重伤 宛如姐姐生我的气 也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回吧 豫章王妃 太 宛如姐姐 你现在已经是豫章王妃了 还来这里干什么 子澹哥哥舍命救了我 难道我不该来看看他吗 子澹落到今日地步 还不是 拜你豫章王妃所赐 何必假惺惺地过来探望 我是真心实意的 你们王家有什么真心 在阿妩心里 你一直是我的宛如姐姐 太子妃 这些妖材 是我们豫章王妃 专门为三皇子殿下准备的 王儇告辞 总要在这儿 你出身 这是一切 在这 emotion 我们 2011 发に起来 儿 对 婚出